11赛18强赛,中南竹即将赢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生死大战 这场比赛国足赢球,则剩余的6场比赛还有争夺第4名的希望和意义 反之中南竹基本上将会提前6轮,丧失晋级希望 剩余的比赛也就变成了所谓的荣誉之战 由于央视提频道没有与亚洲联继续协商版权的事情 因此国足的这场生死大战,央视提频道将继续不直播 在焦点大战打响之际,国足决战印尼队也传来一好两坏三个消息 我们先来看看国足面临的两大坏消息 第一,印尼族协已经提前向亚洲联施加压力 警告执法国足对征印尼队的裁判,公正执法,不要出现漏判错判 在上轮客场对正巴林队的比赛,印尼队遭遇多次误判 最终2比2被巴林队绝皮 随后印尼族协三次向亚洲联和国际洲联致涵,施加压力 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 印尼队经理马苏吉在出征前表示 已经警告下一场18强赛的裁判 确保对巴林队的事情不再发生 印尼族协的施压,无疑会让亚洲联裁判更加谨慎的执法国足的这场比赛 这对于国足来说,在犯规等细节上面还需要谨慎 第二,印尼奥委会主席奥克托哈里认为 印尼队能够克场3比0击败中的男足 而为了更好的激励,这支印尼规划队有动力踢出好的成绩 印尼族协和多家媒体还在印尼多个城市广场 包括雅加达、万龙等6座城市 设置直播点,为球迷们免费提供官赛服务 印尼族协的这一招其实还是非常聪明的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告诉球员 你们身后有成千上万的球迷在支持你们 为你们加油助威 这无疑会更加激励印尼队的球员发挥出更好的水平 而反观国足央视提频道不直播也就算了 球迷们想要支持国足还得自掏腰包 除了两个不利消息之外 国足其实也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对增印尼队国足历史战绩占优 历史上国足和印尼队一共有过13次交手 国足好取9剩3平一副的战绩 国足上一次输给印尼队还是在67年之前 换言之印尼队今晚面对的是一支67年以来 从未击败过的对手 此外国足主教练伊万科伊奇在赛前发布会上 也赞赏了自己的抗压能力 伊万表示国足在前三场比赛尽管遭遇了三连败 但是我50年的执教生涯还是让我扛下了所有的压力 不知道伊万科伊奇说这番话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自从他执教国足以来 客场2比2被新加坡队逼平 客场被日本队7比0羞辱 已经接连创下百年持武记录 不少球迷担心国足堆增印尼队的67年不败记录 会不会也在伊万科伊奇身上被打破 从赛前的赔率来看 国足虽然历史战绩战优 但是赢球的概率还是被看衰的 印尼队反而成为了赢球的大热门 也希望国足这一次能够阴气一点 争取让印尼队大热必死 您是能复杂的 您是能复杂的 谢谢大家